一百萬年前,如無飲血的言廁人被香味吸引 偶爾發現三輪野放了被燒死的野牛 油脂掉下來,表皮焦香,肉汁瘋亂,香味抱鼻 生育在火苗的親吻下,色澤變深了 所有鞍基通過醉合反映,風味改變了 1912年,才被法國科學家美拉德正式命名為美拉德反映 人類的味覺被開啟了,卻絕對不可能回頭 起一次還會上癮,這就是人類用火,自熟肉池 古代龍馬仁發現,將這些熟的牛肉放植在火山石上 同時能牢牢地鎖住肉汁、肉香、滋香和奶香 火山石的軟紅外線,令到肉汁柔軟多汁 帶有火山石的礦物香味,高溫油合作的多重風味 和口感更加豐富,這就是Lava Stone Grill 火山岩燒,或者簡稱玄石燒 所謂,好牛扒不需要過度熱制 都是很滑滑的烤道 面前見到所謂的美拉德反映,很棒的 牛扒在焗爐裡面,燒到大約兩成熟 它就推到客人面前,用高溫火山石 立刻燒給你看 它很細心,它在後面已經打開了 挑了那些腸出來的 所以吃的時候,不需要再挑些腸出來 這就是一隻圓隻的大蝦 大家記得,如果你想省點的話,記得用港幣賣單 因為它是一比一的 即是叫做四川遇上美國 美國的春雞遇到四川的藤椒 絕對不是你平時吃到的 快餐店式的烤雞 現在上菜了 試應在客人面前,決定烤多少成熟 它剛才說,現在肉有七成,就可以吃了 如果吃生機的話,五成都可以的 你自己可以決定 通常我們來到深圳,都是吃中餐多的 無論是酸菜耳,麻辣火鍋,或者烤肉 即是中式為主,很少可以吃西餐的 不過今天,我介紹了一間深圳最上級的牛扒 一哥,叫做玄石牛扒 其實它也有十年歷史 它長期是美團第一的牛扒店 十年裡對香港人來說,其實是 nothing 因為香港有很多牛扒店 譬如說,我吃開的中環那間Lauris 已經是85年歷史 不過深圳來說,十年歷史很長 深圳本身特區只有44年歷史 所以十年是屬於老店 現在就試一試這間十年老店的玄石燒烤 其實是medium well 已經是七成了,要拍攝的關係 燒久了,其實我平時吃五成都OK的 現在切下去的感覺其實是老了少少的 嗯 嗯 都是很滑的 面前見到所謂的美拉德版影 很棒的 這塊石板你千萬不要摸下去 這塊石板有450度的高溫 牛扒在角爐裡面燒到大約兩成熟 它就推到客人面前 用高溫火山石立刻燒給你看 你看到啪啪啪的聲音 然後見到牛油滴出來,很棒 還有呢,這個本身也是一個showmanship來的 這隻澳洲的谷字牛 本身這個天水是400天的牛 都叫牛仔,400天,即是一歲左右 棒 剛才我們吃牛扒是原汁原味的 因為漂亮的牛扒是不需要醃製的 它只不過在那個塊板上面 加了少許Rosemary的香草 拿點香味而已 那吃其他的東西,那些就要醃製了 例如蝦那樣,嘗一嘗 哇,多大隻 大蝦來的這隻 嘗一嘗 哇,它很細心 它在後面已經打開了 挑了那些腸出來的 所以吃的時候 不需要再挑了那些腸出來 這就是一隻原隻的大蝦 好香,好彈牙 其實中國人性牛肉的傳統很短歷史 如果大家有看我明治憑什麼 都知道 明治維生的時候 日本人或者東亞人 才第一次吃牛肉 都是吃到西方的影響 因為傳統來說 牛是幫我們亞洲人 是耕種的一個好夥伴 我們不會殺牛的 禮記裡面也有寫 諸豪無故不殺牛 諸豪都不可以吃牛 何況普通的百姓 現在就不同了 受到西方的影響 我們都開始吃牛肉了 不過很多朋友還是介牛的 因為我以前也是介牛的 我拍這個節目 明治憑什麼 我才吃牛的 因為牛裡面比較多的鐵質 按基酸補充一些老人家的體力 如果你是介牛 就推薦你吃豬了 這裡也有豬扒 這個是豬腊骨 哇,給大家看一下 幾大條的豬腊骨 它都是醃過的,你看到 皮烤得脆脆的 哇,好正啊,豬腊骨 價錢也便宜很多 因為牛始終是貴一些 我們剛才的牛是258元 豬腊骨沒有記錯 半價,129元 切開,你看到 好,皮是烤得凍凍的 這個就是尾拉得反映 還有它有些芝麻在上面 你看到粒粒的芝麻 提高它的香味 肉還是半肥瘦的肉 那我不客氣了 好正啊 我自己都喜歡吃豬肉的 豬烤出來,豬油滲出來 很香 芝麻是更加提高了這個層次的香味 這個是進店逼點的一個烤春雞 這個叫做烤圓脊的美國春雞 這個這麼大隻,你看到多少 89元而已 你信不信這麼大隻的春雞 在餐廳吃,89元 你可以選不同的味道 我今次選這個是花椒和胡椒的味道 哇,你看 整隻春雞89元,兩個人都夠吃 你看到上面有粒粒的,這些是藤椒來的 我自己是四川人,我們分到花椒和藤椒 藤椒是綠色的,花椒是紅色的 它用了一些辣椒和藤椒去烤的一隻春雞 即是叫做四川遇上美國 美國的春雞遇到四川的藤椒 那我就不客氣了 讓大家看看 烤得很漂亮 它都用了一些小粒的火山石 這樣就放在上面充住的 保持溫度 我先吃一個原味 嘩,很棒 有一個驚喜給大家 絕對不是你平時吃到的 快餐店式的烤雞 它有花椒的香味和辣椒的辣味 即是像是四川味的烤雞 很棒 而且肉很滑 價錢很划算 你知道這隻雞有八十多元 是不是划算了嗎 如果不夠辣,再加辣椒粉 它有一些乾的辣椒粉給你 有些喜歡吃大辣的朋友 你可以放一些辣椒粉上去 看看效果如何 好香哦,這個辣椒粉 它不是說很辣,不過很香 記得叫一杯紅酒 紅酒很划算,一杯五十八元 基本上是飲品的價錢 乾杯 除了海露風這些主食之外 當然你可以吃這個 這個無花果雞肉沙律 讓你開胃先 很健康的 combination 主食方面,我就推介這個叫做 和牛松露炒飯 你看到顏色那麼深 是因為它是用了松露去炒的 聞到香味嗎 第一次是深圳鋸牛扒 相當驚喜的經驗 可以說是借渣價錢 燒我享受 首先說它的牛扒 它的牛扒是500克 在面前燒給你看 在火山石上面 感覺相當好 而且你都決定乘數 這次牛扒就老了一點 因為我們拍攝時間長了一點 變了七成 其實我相信五成會更加好吃 而且它原汁原味 不加任何調味料已經很棒了 豬扒也是一個驚喜 這個豬扒很juicy 很滑很嫩 皮肉烤得很脆 這次這個燒雞 簡直是抵爛了 八十多元 還有花椒和辣椒去烤的 口感很野味 這次是羅湖城金光華廣場 試吃這間玄石燒烤 其實它在羅湖區 還有三間分店 我下次想試一下 它有一個叫做熟成牛扒 在龍江區 大家記得 如果你想節省一點的話 記得用港幣賣單 因為它是一比一的 譬如說 這個餐單上面 它是238元的話 你給港幣 都是238元 是沒有抵抗的 如果你想買套餐 當然有些人私慳識見 想美團或者大眾點評 買套餐 那套餐是268元 已經有雙人的牛扒套餐了 那個很抵抗 不過那個你要給人民幣 你看哪方面會比較抵抗 自己決定了 那我就吃了甜品 這個就是圓滿的一餐 深圳的西餐的體驗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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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